每一年3月到11月都是秋葵的采收期 因为含有果胶和盐蛋白 它可以降低胆固醇血糖 尤其是钙和鎂的营养密度是比乳制品还要高的 所以在有机市场的价格一斤可以卖到120元以上 在云林斗六有一对夫妻 他们全新投入种植 打开了另一种退休生活 乐在其中 看得出来这是哪一种茶吗 这是秋葵茶 一般人吃秋葵大概都是汆烫沾酱油而已 但是只要切片泡入温开水中放置常温 隔天就能喝到秋葵茶了 喝起来味道如何呢 秋葵茶喝起来滑滑的 然后喉咙很舒服 嗯 不错不错不错 秋葵的黏液里含有果胶及黏蛋白 可降低胆固醇血糖保护胃壁 尤其秋葵的钙与美营养密度都比乳制品高 深受日本人喜爱 特别的形状英国人帮秋葵取了一个浪漫的名字 美人纸 一斤价格来到120元以上 斗六农民李嘉欣在警戒退休后和太太全新投入种植 三个月份可以栽种可以连续收成有最少有三个月到五个月期间 这段时间它的这个病虫耗比较少 因为我们进入有机选择品种是非常重要 有抗病或者是抗虫虫害 夏天采秋葵到了冬天改种密造 采用这种轮作和草生栽培的方式 既善待了土地也增加了作物的经济价值 虽然辛苦了一点倒也乐在其中 新唐人亚太电视料理分台湾云林采访报导